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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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是好远的幸福就握在手心里 暖暖的 暖暖的爱情 慢慢的 慢慢喜欢你 搞定 终于可以回家睡觉了 如果再来一条 不会死在这里 乌鸦嘴 老大 项目出差不是后天吗 你这会儿来干什么 我今晚在这儿睡 老大 不用这么拼吧 绘帽视频不是已经预演完了吗 再喝一遍 果然是大摩头啊 别太紧张了 别太紧张了 我知道这项目对你来说意义非凡 但咱们团队还是很靠谱的 你要相信我们大家 那我们再等你十分钟 等你收拾完 我跟你再检查一遍所有细节 你说他为什么要搬走 谁 谁要搬走 你说暖暖呀 又吵架了 老大 你虽然杀气十足 但从来不爱跟人计较 怎么跟着暖暖就不对付了呢 学姐要知道这事 早就炸锅了 我真的那么难相处吗 想听实话吗 想听实话吗 行行行 我错了 我 我错了 老大 这是我的床 我知道 你可以去睡沙发呀 我已经给你铺好了呀 沙发我睡不习惯 睡沙发我也有点不太习惯 周围 一个全新的开始 暖暖你 加油 再见 我是乔勒芯市场部上班的 好 乔勒芯 这边是市场部 这一身虽然都是基础款 不过搭的还算亮眼 打个七十分吧 这一身搭配 间距职业性和时装性 可以打九十分 您好 这边可以上去了 好的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对不起 我 你别误会了 我可不是什么变态啊 市场部新来的实习生高明 你好 我叫刘娜娜 我也是来实习的 这么巧啊 小刚 你们都在啊 那正好 辛苦大家 今天早会之前把底裤都洗出来 记住 底裤要洗过才可以给模特穿 真撕的 不要娇气 要手洗 海伦姐 如果直接用肥皂洗减性太重了 有没有专门用的洗涤剪 挺懂吗 小高 那边储藏室就有 绑子专业的 还是小吕 副总来了 来 副总走 给你们几位介绍一下 这三位呢 是准备到我们市场部来实习的 新的实习生 你们三位呢 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我先来吧 各位领导好 我的名字叫高明 我来自海城 毕业于东方大学纺组工程系的 请各位前辈们多多指教 多多教导 大家好 我叫乔乐鑫 大家可以叫我艾利森 我毕业于法国艾西克商学院 我主修的专业是 我非常喜欢 法语 名校 不明觉力的专业 这就是时尚行业想要的人吧 刘暖暖 大家好 我叫刘暖暖 我毕业于海城干部管理学院 文明专业 之前是在西城店 工作的 好 前段时间西城店那个活动 就是暖暖的创业 来来来 你们三位坐 谢谢副总 你们三位初来乍到 我大体给你们介绍一下 我们市场部的一些职能 我们市场部呢 主要是负责两块内容 第一呢 主要是承接设计部的工作 把我们的品牌精神化作市场运作 完美地投放到这个市场上 另外一点呢 就是把市场上原本不属于我们的客户 尽量地拉到我们这边来 比如说现在这帮广大的年轻人 我丑话先说在前头 我们市场部呢名额有限 所以你们三个呢 在实习期见满以后呢 只有一个能够转正 成为我们的正式员工 接下来 就开始我们的正式议题 来来 好 这次跟歌神的合作 现在已经在走合同 第一期节目录制 在这个月的二十号 要露出的衣服 我已经确定好 现在正在跟销售和设计确认 设计部那边没提意见 这次还好 都有邮件确认 但现在有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要发的微博活动 希望能有更多的音乐圈名人转发 但是我们现在的资源 我们的转发目标量是一百五十万 你们三位新的学员一个人两万 没问题 对了 最近有个比较火的女团C位 林佳怡 能不能请到她 刘暖暖 你之前不是梦想少女的练习生吗 这事交给你应该没问题吧 我 我一会儿去 这会还没开始 有的人肚子就提出抗议了 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就先吃饭吧 中午这一餐我请 就算是欢迎三位新同学 好不好 王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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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双拼饭慢慢吃 别叫王老师 太土了 叫凯文 记住了王老师 来艾米 您的狐剑草获 可以啊小哥 居然记得这么清楚啊 脑子还想搞死的了 我还以为 女团已经是最惨烈的战场 你看看这儿 每一个人都深怀绝起 学长说得没错啊 我就是个傻白天 不 我就是傻 不太白 还不过甜 这些杂活你不用干啊 公司有清嫂阿姨 没事 我就顺手擦擦 与其干这些杂活 你还不如想想 怎么搞定林家阿姨 你 喂 楠楠 夏季好 喂 玲玲 是这样的 我们最近公司有点事 我想跟你说一下 我没什么问题啊 但是现在微博账号 不在我手里 在公司那里啊 最好问一下老刘 如果公司同意的话 我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 好 拜拜 上来呀 快点要赶时间呢 那边一个亿的我都不愿意 带我见死见死 走 我说怎么现在不愿意来公司呢 感情是有更好的去处了啊 你好 这位是 这 这位是我的新同事高明 小哥 你好你好你好 坐坐坐坐坐坐 怎么着 我们这个品牌呢 就和歌神栏目有个合作 那么二十号 他们要录第一期的节目了 我们想要发一个相关的微博 然后希望玲玲这边 能够转发一下 就带点流量 行啊 是吗 暖暖啊 成长挺快啊 现在这都可以谈合作了啊 就咱们这个关系 转发绝对没有问题 是吧 但是你们的预算是多少 这 转发条微博需要预算吗 和我夸早啊 暖暖 你这个现在还不摸门脑是吧 现在像这种商业转发 它都是有成本的呀 更何况你像我们林玲 有这么多的粉丝 你要想让所有人都看到的话 这个平台渠道费 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 这 这钱我们俯 哪能让公司倒贴呢 对吧 对对对 那林玲本身的商业家主呢 怎么算 刘哥 您开个价呗 我 二号 我们好像没有这个预算 要不刘哥你帮个忙呗 妈呀 暖暖呀 你不要这样行不行 咱这再商言商 是不是 咱们个人关系的问题咱 刘哥 暖暖啊 你怎么在这儿 学长 我 我来找刘哥有事 那你们聊完了吗 聊完的话跟我出来 帮我个忙 我呢 那去吧去吧 刘哥是吧 高明 高明 这次又麻烦你了 不麻烦 随手的事 对了 你刚才找刘哥什么事啊 我们公司有一条微博 希望能够让艺人转发 不过我们没有预算 所以刘哥拒绝了 那你把文案给我 我给你转 别了啊 真的 刘哥都说了 在商言商 咱们俩是在商言商的关系吗 还是 你觉得我没有流量 怎么可能 那个 诚哥 杂志编辑和摄影师都已经到啊 正在不等 暖暖姐 今天多亏有你在 造型是现在还在机场呢 等他来了 黄花菜都凉了 嗯 果果 你去帮我买两杯奶茶 要芝士奶盖的 好 算了 太麻烦了 我不需要 我想喝 说吧 你是因为什么 才不想来公司做造型师 是因为不喜欢公司的环境 还是因为之前的事 其实我也知道 我要是回来公司 有学长您找我之后 我肯定会轻松很多 但是 我离开女团以后我发现 好像缺失了很多东西 就感觉缺少了很多课 所以 我想一点点地补回来 还有吧 学长 现在我这么点能力 给你做造型 肯定是不够的 等什么时候 我开始学会了很多很多本身 我再给你做造型 好 那我就等着你 好 一个三 十 十 没有 六 要不起 三 太棒了 过 我又放大招了 放了 一个十 真厉害 徐总 刘哥 怎么样 玩玩 楠楠来了 事情我谈完了 咱们 咱们走吧 我好不容易当次地主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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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赶紧出去 把这袋子都被给我拖下去 小姐 努比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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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很紧嘴 不敢去给我打 好 开 雷 来 准备下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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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不准备下一场 你 你什么情况啊 真不练了啊 你开什么玩笑啊 这么好的前途 这么好的机会 这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事情 你自己好好想想清楚 我想清楚了 教练 那你去把你的父母国叫来 我倒要当面问问 放着国家队不进 非要去做什么女团练习生 你是不是疯了 我爸妈在美国 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做出来 你 韩雪 你也知道 在短跑这个项目上 你真的很有天赋 这次派你去参加全国青少年比赛 你只要拿了冠军 我们再好好培养 你将来跑进市井赛不是问题 八哥教练 我想做的是女团冠军 韩雪 我告诉你 如果你今天走 你就不要再回来 好 教练 我也不想回来 教练 辛苦了 快去 雪姐 真的不练了 等着吧 姐一定会当当明星的 你下次别那么傻了 戴着手机器 没事看看剧什么的 就是 一等一天经常 是吗 对 那我下次带着 你第一次拍戏啊 感觉怎么样 紧张吗 有一点 雪姐 你别给我播了 你自己也吃 你不能吃太多了 最后一个 再来一口啤酒 算了 你还拍戏呢 也不能走 知道吗 也就个小丫鬟 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 丫鬟怎么了 学姐 学姐 你坐 你坐 坐 坐 学姐 你当初要没放弃短跑 说不定还真能跑进世锦赛呢 前几天的运动会聚会 张教练还说 她今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你 没办法 谁让我不喜欢呢 吴小丽 人只有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才会发光的 谁说的 你在哪儿都能发光 就说短跑吧 你就起跑那一瞬间 四周都安静了 我在旁边 连气都不敢出一下 你也直接帅到了 那是相当的帅 冲死我救 那谁 马上到你来准备一下 好好好 我先走了 喜欢这样一样 你是不知道我那个同事啊 我年纪轻轻的 官场做法油腻油腻的不得了 一天到晚在那里拍马屁拍拍拍拍拍 也不嫌手疼是呗 不肿吗 不怕那个马踹死你吗 也不怕啊 还有我那个傅佳女 一天到晚法国送我 一天到晚在说啥呀 啥玩意儿啊 别人听得懂吗 也听不懂啊 我还第一次见到一个人 是这么小的 用鼻孔去笑我 还真你用秘密 不回来也不说一声 学姐 我又去两天 这两天呢 你千万不要乱坐车 一定要打出租车 还有啊 一定要好好吃饭 千万不要乱减肥 周末的时候让暖暖去陪你 好了 好 我知道知道 这个暖暖啊别的不行 但是她做饭还是可以的 让她给你做点好吃的 给你补补 我落地再给你发微信 学姐 要乖哦 这么自说自话有意思吗 你就是羡慕 出门可以说要乖哦 落地可以说平安了 你呢 哪个人都没有 幼稚 现在不知道她在干吗 我 我怎么会这么想 坐好了 老大 你们三位实习生怎么样 林佳怡那边联系上了没有啊 副总 林佳怡那边我联系上了 只不过她现在是新生代小花 我们的预算让她转发不了 不过我个人联系上了方汉诚 她愿意免费给我们转发 目前一万三的转发量 挺好的 高明呢 昨天我陪着暖暖去了一下 林佳怡他们公司 确实是像暖暖说的那样 没钱 不可以转发 不过后来 我稍微动了一下我的脑子 我给他们谈了一下 资源置换的事情 我说我把我们公司的衣服 巴拉巴拉给他们免费穿 不得了了 林老板一开心 立马答应给我们 十个新人的女团 虽然说新人粉丝不多吧 但加起来 好歹也有两万转发了 你没跟我们商量 就跟对方谈置换 我觉得高明的思路很活跃 我觉得挺好的 把我们这边形同虚设的资源 换成了实打实的流量 我觉得这笔交易很划算 只是这一次呢 没把林佳怡给谈下来 我确实觉得有点令人似的 林佳怡刚转发了我们这条微博 天哪 转发量迅速就上来了 三万 天哪 五万了 天哪 暖暖 你不是说林佳怡那边 不给钱不给转发的吗 副总 是这样的 林佳怡的老板许总 是我爸爸的朋友 所以昨天我让我爸 给他打了个电话 他愿意帮我们这个忙 不得了啊 一个电话就能解决问题 你爸跟这个许总的关系 不一般啊 还好吧 当年许总刚来海城的时候 我爸帮过他几个小猫而已 好 海莱 接下来你看还没有什么新的工作 可以让三个实习生练练手 这一季歌神节目组答应我们 每一期都会有咱们十套衣服的露出 特别是高英娜 她穿的每一套穿搭 基本都能上热搜 好 那你们三位实习生就去节目组 盯一下衣服的露出 务必拿下高英娜 你们是 我们是服装品牌赞助商的 想来找一下高英娜老师 不行不行 你们这三个人呼呼拉拉太多了 马上开始彩排了 选手状态很重要的 不可能多让你们进去的 那进去一个人总行吧 就五分钟 我们代表品牌方 跟高老师打个招呼就行 就三分钟啊 一个人 那我先进去了 你们在外边等一下 不是 就一个人 好了 第一次就她第一名 这次功劳又给她抢了 我们还出这儿干吗 拍拍屁股走啦 现在不是走人的时候 来了来了来了 老师都是啦 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 大了 大了 王老师是不是 我可是你的大粉丝啊 听说你夸了公司了是不是 喝点东西啊 不过 我们这次后裤的衣服 你很喜欢吧 很喜欢啊 如果有什么搭配 你不喜欢喜欢的 你直接跟我说啊 好的好的 你的那个声音高靠的样子 跟大地形似的 来来 喝杯饮料 休息休息啊 很好 都是我们家的衣服 妈妈 我跟你讲 刚才那个黄老师的高 天都没听过 我跟他捧得高得开心的呀 这 这别 这 这怎么回事 她 她穿的是高定啊 不是咱们家的衣服 配着都不是 就是呀 你刚才进去说什么了 真的就只是打了个招呼 说几句客套话 就被赶出来了 这么大场合 我很难说出口 咱们家的衣服 比他那身高定好看 这个就是你的问题 你知不知道 我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不就是要 把死马说成活马 活马说成什么的 你管他什么高定 就是我们后口最好 大律师 你行不行啊 你不行 刚才让我进去 你进去干什么呀 少废话 我去找他们负责人 不施加不行了 赞助费拿了 合约签了 不给露出 没那么好的事 我过来 我过来过来过来 谁呀 怎么想跟刚刚老师回个礼 又有了 进来吧 妈呀 花热间没看见啊 你男的不能进来啊 看看清楚好不好啦 我这睫毛翘翘的屁股更翘 懒什么也懒 姐妹 妹妹 妹妹 张老师可以跟你合个眼吗 能跟你一起同台 我真是太荣幸了 我们也是 我们也是 哪儿的话呀 年轻人前途不可限量 来 我们一起喝个饮吧 喝一杯 来 过来 所以你到底是不是姐妹 是 好 谢谢 谢谢张老师 我们爱你 拜拜 拜拜 我们爱你 拜拜 高老师 高老师 我是喝口市场部的 不过这个身份并不重要 我是你那 你是我的 我们全家都跟你姓高 你看这事巧不巧 小伙子 你还挺逗的 是吧 高老师 你看 这些衣服全部都是我们 欧口给你准备的 我们欧口算不上是世界上的大品牌 但是它时尚 年轻 你看你真相这身衣服吧 虽然你穿上去漂亮 大气 但是好像稍微稍微一点点 没那么年轻 现在的粉丝都喜欢那种 时尚 年轻 嫩嫩的感觉 你看 对不对 小伙子 不用你提醒我 我也知道自己不年轻了 不过 我要穿什么衣服 我应该比你更清楚吧 高老师 你听我讲啊 讲 讲 高老师 我这位同事 他不大会说话 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 其实我们的意思就是 你这件高定的衣服 特别符合你的气质 你看这细细的肩带啊 这线条啊 又大方 又性感 又好看 你这啊 绝对是一件压着的战衣 原来还是有一个懂时尚的 不过您刚才彩排的时候 您有没有看见别的选手 我看他们干什么 我刚才在带递室的时候 我就看见了 您前面的选手呢 叫刘雅梅 对 她呢穿了一个带钻的 黑色的连衣裙 你后面的选手叫苏瑞瑞 她呢穿的是一个 黑色的小西装 配一个皮裤 那么你这件衣服呢 单独穿非常非常地好看 只不过 你不觉得如果上台 三个人都穿黑色的话 是不是不太重要 出彩啊 是真的吗 好像是 我也没多注意 你看啊 你看这件 我绝对没有什么 强推的品牌啊什么的意思啊 你相信我 我只是觉得 如果您穿这种 白色显身材的高腰连铁 不就能显出你的美腿吗 而且你的大长腿 不就是你的傻气吗 听说你今天的歌曲 不是白月光吗 那么如果你穿一个白色的衣服 就有一种 纯洁深情 处处动人的感觉 金珠奶奶 你就是把我逼死也没用啊 这些大笔青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我保证能把衣服挂过去 可是我保证不了他们能穿啊 我们合约上写得清新 是 每期露十套 可是它没写必须谁穿对吧 我没时间解释 我先走了 来来来 谢谢 这件衣服太适合你了 真的 真的很适合你那个歌曲 我之前还听过来 就觉得是真的太好听了 怎么会 您好 王导儿 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 是不是我们公司的新人 在录制节目当中 给您添什么麻烦了 没有 我是来表扬的 高一娜今天给我提了一嘴 说你们派了一个小姑娘 特别优秀 叫什么 您说的是刘暖暖 对 暖暖 高一娜太难伺候了 开口夸一个人 那是比登天还难 说明副总太会跳跤新人了 谢谢 谢谢 谢谢导演的夸奖 改天我请您吃饭 给您添麻烦了 那就这样啊 好嘞 再见 好嘞 再见 谢谢 谢谢 在全球范围内 我们选取了五个城市 作为我们圆梦敦煌项目的 巡展城市 分别是北京 上海 伦敦 纽约和东京 关于视觉呈现有A B两个方案 那我们想听听你们仔细地讲解 正如大家所见 我们的视觉创意是唯一的 但是呈现方式上我们有两个方案 一个方案是室内方案 在安全性 操作性还有稳定性 都是更好的 但我仍然推荐户外方案 因为能够无限放大体验人群的体观感受 当然 如果我们选择了户外方案 就意味着我们将迎接目前世界上难度最高的 预防线标证 但我本人是一个喜欢迎接挑战的人 我有信心可以做出一个前所未有的视觉对面 现在啊 德国的3D赛克斯公司 以及日本的埃尔博尔巴尔滕 都愿意提供技术上的支持 我们将进一步接洽 确保在技术上达到预期的效果 为什么呢 你们都不用吃饭的嘛 一个个回房间倒头就睡 我饿得都睡都睡不着 你过来 那也不必了 熬了几个大夜了 我现在可虐不动我自己 我先回去躺试了 要是吃好吃的 记得叫我啊 没想到待见有人遇到你 真有人啊 嗯 你吃饭了吗 要不要一起啊 刚好有事想请教你 好 不喜欢吃面啊 那倒没有 只是在这种地方吃饭 有点麻烦 服务员 给菜 这林嘉宜吧 林小姐 我最近腿子 我特别喜欢你 可以给你喝点酒吗 可以给你喝点酒吗 我先来 可以给你喝点酒吗 可以给你喝点酒 我先来 放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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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这是干什么呀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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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接电话 他们就考虑打扰你了 快来 来 不好意思啊 我不知道一个明星 在这种地方吃饭是麻烦的 没关系啊 我知道一个面 特别好吃的地方 不想一起去吗 你们待到哪天啊 后天 我这次来 其实是给星系做宣传的 片方他们请了好多媒体 我都不知道哪个该拒绝 哪个该接受了 刚好有个专业的问题想问你 你看这些杂志 我看得见 你说这些杂志哪个适合我呀 都不错 你是什么风格 我的风格 我说了你别笑我啊 公司给我定位 我认为的风格是 清纯校园 国民初恋 你看嘛 我就说你肯定会笑 以前韩雪和暖暖 他们也总是拿这个取笑我 笑你 他们什么定位 韩雪是帅气美艳的冰山美人 暖暖是微笑天使 他 天使 天天惹后还差不多 哪有 暖暖很乖啊 特别努力也很善良 我记得我们刚刚进团的时候 她底子稍微差一点 舞蹈总是跟不上 然后我们就天天陪她练 结果有一次晚上 我去上洗手间 突然一道白光从镜子里闪过 吓了我一大跳 结果啊 是暖暖她戴着耳机 附着面膜还在练舞呢 都没有开灯 还怕影响我们休息 真笨 这样多回事了呀 说到正题 你觉得哪个摄影师更适合我呀 张迟吧 她的画面会偏中性一点 我发现你真的很了解我 我真想知道 如果是你拍我的画 会是什么样子的 我从来不拍人 你可以试试吗 我们可以像从身边的人拍起啊 比如寒雪 鼓励 还有 暖暖 微笑天使 真是够了 那个 那待会儿 要不要一起去楼上 喝杯茶呀 不了 我把花拥合起来 安静地只剩下我的心跳 为什么还是睡不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 你 你看这不是你的床 你呀 你上去 你上楼去 你看我跟你说话呢 你不要不理我 妈 原来 我不是因为他太吵 才睡不好的 是因为他不吵了 反而失眠了 原来他就是我的tı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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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聚餐你也不来 咱们算喝点 怎么样 没 没事 高兴 高兴嘛 老大 今晚你可不准走 你得 你得陪着我 陪着我 你看 我给你看 你 是不是特别好看 超可爱 对不对 不觉得 认真的时候最帅 累的时候呢 像个小女孩 还有撒娇的时候 不过她训人的时候就是撒娇 只有我才懂 只有我才懂 韩雪 我喜欢你 韩雪 我喜欢你 就好 你喜欢她 为什么 她 是我的救命恩人 什么时候 拯救了我 平凡的人生 你这是何苦啊 你不懂 这不叫苦 这叫幸福 你为了一个人 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你为了千长挂肚的 你为了她改变了很多很多 自然而然的 只要有人靠近她 只要是个男的 你都不行不行的 来 我帮你拿 没事 没事 不行 不行 你再生气 再难受 你也都想着她 就算她给你气得发疯 伤得难受 你也都忍不住心疼她 忍不住想对她好 这就是幸福 有一个可以喜欢的人 这就是幸福 我喜欢暖暖 对 对 倒霉 怎么回事啊 我打了一晚上的喷嚏 是不是要感冒了 你身体感觉怎么样 还好啊 一切正常 那也有可能是有人在想你哦 是谁啊 能不能不要这么想我 你不见你 能不能让你 你不见我 充满我 被感动 多希望原因都是我 难言的理由 甘愿退后 可想念 不用我 怪命运来捉弄 爱也要放开手 会让我更心痛 察觉了你偷偷了我 比谁都渴望你好好的 哪怕被他取代了我 只要你能够幸福 我想不相信别在乎 就算留下我 一个人走上 两个人的路 一定要替我幸福 我愿意默默地退出 永远停留 在你的不认处 没有什么好遗憾 你幸福就好 你值得去拥有爱的自由 只要你能够幸福 只要你能够幸福 我想不相信别在乎 就算留下我 一个人走着 两个人的路 一定要替我幸福 一定要替我幸福 我愿意默默地退出 永远停留 在你的不认处 记得一定你要替我幸福 我愿意默地退出 永远停留